第十四章 二十五块钢板的秘密 红红却还在恰恰咯咯咯地道 表哥 本来我也要再见你一次 再到美国的 在那个岛上 我实在忍不住 大声嗤道 红红 你如果还想回美国的话 就闭上你的嘴 我本来想讲 闭上你的鸟嘴的 但竟能及时杀住 红红双手插腰 近眼袁征 道 表哥 你有什么了不起 老实说 我比你厉害得多 我那里不得和他多说什么 跃到了船头 这时候 在山之上 已经可以听得到枪声 和一闪一闪的信号灯光了 快艇沿着胶 向勤搏我们那艘快艇的洞使去 我大声道 宋大哥 驶过那洞时 你不要停船 一直向海外驶去 宋尖道 为兄弟 你小心 我根本来不及回答 因为这时 已经来到了那个洞的附近 我一跃入水 在未入水之前 还听得红红再大叫 道 游水有什么稀奇 我一跃入水中 便以最快的速度 向洞中游去 我自己估计这数十码的水程 我游得绝不至于比世界冠军慢多少 等我跃上了我们那艘快艇之际 我已经听得外面的马达中 不止宋尖的那一艘船 显然是狐克党徒 比在极短的时间内出动了 我开动了两个旅行 我们的那艘快艇 几乎是贴着水面 飞出洞去的 而一出洞 我便听得一阵枪声 向前面看去 只见四艘装甲的小快艇 正在追赶纵间驾驶的那艘 那四艘小快艇的速度 显然比纵间的那艘要快上许多 双方面相距 一只不过七八十公尺 正在紧张地搏火 我操纵着马达 将第三个马达 也立即发动了 船身前进的速度 快到了起点 举起极高的水花 将全身进阶淋湿 很快的 我便追过了那四艘装甲快艇 将宋坚的快艇接近 在我驾过宋坚快艇之旁时 突然从宋坚的铁上 呼叽一声 一团黑影飞了过来 我连忙一跃向前 将之接住 抛入舱中 那人被我抛到了舱中之后 花哑大叫起来 原来正是红红 红红当然不是自己越过 而是由宋坚抛了过来 红红一到了我的快艇上 我的快艇 正在宋坚的快艇 之旁趴过 就在那一瞬间 我抛出了缆绳 已将宋坚的快艇拴住 马达怒吼 水花似箭 我的快艇 拖着宋坚的那艘 向海中及时而出 在这时候 我们的头顶上 子弹呼啸 宋坚的那艘快艇的雨晴 显然已被击坏 正冒出一股一股的浓烟 而我的那艘快艇 感谢那位朋友 小小的雨晴旁次周围 并全都装上了防弹钢板 所以未受损伤 我在子弹呼啸之中 向后望去 只见前尾追来的装甲快艇 已经增加到了12艘 进而我快艇的三具马达 一起发动 速度在他们的装甲快艇之上 所以距离越来越远 终于出了子弹的射程之外 前后约莫40分钟 我们已在茫茫的大海之中 将那12艘装甲艇抛在后面 看不见了 我知道胡克党图 也十分忌惮 菲律宾政府 并不敢十分远出 所以立即关了两具马达 使船的速度慢了下来 那时 宋坚的那艘船 也在起火燃烧 宋坚抱着宋父 停在船手 我一将快艇的速度放慢 他便迎约而起 在两艘船之间的那条绳上 一点不息 就弹了起来 轻轻瞧瞧地落到了我的船上 他一到了船上 反手一掌 掌援如刀 便向麻绳 窃了下去 我连忙叫道 宋大哥 那25块钢板 宋坚道 我已取了 嗨 第一声 一掌切下 已将麻绳切断 将那艘船抛弃 我们使出没有多远 这艘船便沉下海去了 我和宋坚两人 直到这时 抬透了一口气 一起抬起头来 只见红红站在船上 满面委屈 道 宋哥 你摔痛我了 我想择吃他几句 可是又不忍出口 忙道 算了算了 红红一扭身 便进了船舱 我和宋坚两人 也跟了进去 宋坚农眉警所 道 伟兄弟 咱们是脱险了 白起伟他们 不知怎样了 我叹了一口气 道 但愿他们 平安无事 我一句话刚说完 忽然听得红红 高声惊呼起来 请不吝点赞